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国会常务副主席从释放与太原省领导人进行工作会谈 太原省领导人会见越南三星电子公司领导人 公布至2020年展望到2030年的太原省工业群规划 趁纪念越南商人烈尸日70周年至继 6日11日由政治部委员会委员 越南国会常务副主席从释放同志 为团长的国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团 以到太原省定化县赴亭县的胡志明纪念堂进行上乡 并在定化和大使两县进行工作 在各一期点 该团已共进地 商院纪念胡志明主席 以及人民各英雄劣势的功劳 政治之期 从释放同志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团 以与太原省领导人和太原定化安全区历史 盛开一期区的管理委员会的集体干部 就胡志明主席于1947年10月在定化县田墨县 写的更改工作方式 此作品的基础内容进行专题会谈 在联访的各地代表国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团 从释放同志以为丁花和大使两县的两个特婚商人家庭 互助建设温暖之房 在工作框间内 该团海盗正在为老卧培训 大量干部和留学生的太原经济财政中转销进行访问 6月7日下午 越南三星电子公司组合工作团 已拜访了太原省领导人 借鉴并与该团会谈的友 太原省省委副书记 省人会会主席吴鸿北同志 在会见时 太原三星组合领导人 已对太原省为该公司在太原活动和投资 装造便利条件表示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 三星公司总相信 当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高工艺技术各运输 将是三星公司继续强大发展 并为越南乃至太原省做出更多贡献的重要条件 代表太原省领导人 省人会会主席 对能会见三星公司领导人表示高兴 在原有的投资合作基础上 省长希望在将来的时间 太原与三星集团继续紧密合作 共同发展 6月8日 太原工商厅已举行了至2020年 展望到2030年的太原省工业群 规划提案的公布会议 按提案 全省将有总规划面积为 1,259公顷的35个工业群 其中2016-2020年阶段 继续展开和投资总面积为 730亿公顷的28个工业区 奋斗覆盖比例达60%至65% 每年将吸收600至800个劳动者 该提案成功的展开 将为本省生产经营发展 确保企业浅 有效地使用本省土地园作出贡献 从而有助于形成各工业区的系统 为设在居民区各职业征 和首工业各生产单位的建议 创造便利条件 指在其中有效生产 减少污染环境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管理工作的效果 为有效地展开该规划和发挥 各工业区的效果 省省委会要求各地方 要特别关心到土地资源的开采和使用 避免浪费 在展开实施的过程中 各地各单位 每年又有重浅 评估情况 其实补充调整的计划 同时又会选择 有足够的能力的各投资商来实施 与现有的六个工业区的同时 完成规划之后的工业群 将为实施 把太原省发展成为 全国和北部地区的重点清晰区的发展定向 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6年劳动培训和就业指数是太原省的省级竞争力指数的各成分指数排行榜上处于最高的位置 以2015年的7.14到7年的7.64排在全国63个省市之中的第三位 为太原省排在全国最佳调整组的10个省市之中做出贡献 这证明太原省近段时间在劳动培训和就业工作中的突破性 去年太原南边职业培训校其中培训了社会所关心的工业店 电子电控通讯工艺 时尚之一等30个出级程度以及长逊的职业 培训了不同水平及专门的250个劳动者 满足了普安市和太原南边的劳动需求 我已学了一年多了 毕业后我想到制衣公司工作 希望受到400到500万月薪的待遇 为提高教育学质量 除投资基础设备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外 该销还一直惯心培训后的质量和效果 经培训后的初期学生已在当地找到工作 因此该销已吸引了中多的学员到销学习 割职业培训销的最大目标就是提高培训质量 想要提高培训质量的话 又靠基础设施 教师讲识队伍质量等的许多因素 到目前为止 太原全省的56个培训单位已为本省培训了1万2千个劳动者 为劳动市长提供了3多万个有能力的劳动者 2016年太原省已集中发展人力资源 以多样的灵活的形式的职业培训与社会企业及劳动市长的需求相结合 虽然不能否认精端实践职业培训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中共 但还要任性精端实践 全国正在与去城和国际深广的融入 人力资源的质量正是最大的挑担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如此 已为职业培训工作提出既急迫又长久的许多需求 职业培训活动正向着满足市长的需求方式发展了 在各级各有关单位部门的努力之下 太原全省已完成并招额完整所定的计划 劳动培训工作已为提高省级清征力指数作出贡献 可见 培训以及提供劳动量问题 一直是太原吸引国内外投资商的优势 这种是有高点分的指数 为近些年来在省级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上 保持最高位置支出贡献 不过 卫生劳动资源的确满足质量需求 在融入和数码改革的背景下 满足日益更高的需求 为维持和发挥劳动培训分点 在发展定乡和人力资源培训过程中 需要太原省的更多关心 目前太原省的面积为2万1千公斤 每年新鲜茶品月达22万吨 不过 近些年来 茶品的出口池 印太原茶品的质量较低 逆茶原料还未满足高质量加工安全茶的标准 各茶户还未知中茶树耕作技术等 所以 为达高绿 因此 按越南标准生产茶品 将为茶树提高质量和经济效果作出贡献 为鼓励茶农 按越南标准生产茶叶 太原省将为每公顷茶树互出之为 600万约吨的按越南标准的搬离证数 奋斗到今年 全省的200公顷茶树面积 将受到达越南标准的证数 6月10日 工商厅贸易租金中心 已与富良先生委会配合取办了 将越南或运到吴正乡山区的活动 参加此活动得有省内外的26个企业的35个摊位 在此次租销的货品都在国内生产的 有明确的产地 确保质量同一时间的拍卖价格低于或相当于市场价格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